我们来复习一下Operus驾站俱乐部的内容 第一,线上课程 线上课程占了很大一部分 但是它并不是全部 所有的线上课程主要是要让你们可以一边看一边操作 遇到问题的时候还可以重复去观看解决你的问题 如果再看不懂 请你直接回复我,用LINE回复我,你们都有我的LINE 那我会再把你不懂的部分,再把它加强,再录制影片,再把它丢上去 我期待的是 就算你完全没有学过网络驾站的人 从来没有驾过网站的人,也能够学会自己驾网站 这是我的目标 我希望任何一张白纸的人都可以学得会 所以我会预录很多好 预录好很多 影片 但是没有办法一次录完 因为实在是太多了 我预计在2024年慢慢上架 可能每天 或是每隔一两天,我就会上架 只要有 当天我有录完的影片,我就会马上上架 可能一天会上架一个 或两个,或三个,甚至多到五个 只要我当天有时间,我就马上录,马上录 然后针对你们的问题,我就马上录这样 所以 第二个 除了线上课程之外 因为线上课程都是录好的 你们去看,那是录播的 第二个Facebook社团随时提问 就是 我们希望 我本来想说用LINE就好了 可是 LINE不好搜寻 就是你今天如果大家在LINE里面提问题 会变得很杂乱 将来你要搜 也搜不到 因为譬如说你有上传图片 甚至有影片的东西 影片不好上传嘛 而且也不容易保留 图片啊 档案啊 影片啊 这种东西可能都在一两个礼拜之后 在LINE里面就会消失 所以之后的人也看不到之前的内容 所以我会在Facebook成立一个社团 那大家在里面呢 你就可以去 把问题提出来 然后我们尽量在社团里面去互动 解决你的问题 让大家都可以看到 除非说你的那个问题是比较私密性的 有关于到你的个资的部分 那你就用LINE 私讯我 第三个是每个月 最后一个礼拜六晚上我们来举办 研讨会 线上研讨会就是8点的时候 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六 OK 这样应该很好记了吧 最后一个礼拜六就对了 那个礼拜不管是 四个礼拜还是五个礼拜 反正是最后一个礼拜六 第四个就是会员来当讲师赚钱 如果你想要 磨练一下自己 我们在研讨会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请你来这边教课 你研究到哪个外挂 你觉得这个外挂对你很有帮助的 不管这个外挂的功能多 大还是小 多还是少 如果这个外挂功能很简单 一次就可以讲完的 我们就一次让你讲完 如果这个外挂功能 如果这个外挂功能 譬如说像 WooCommerce 购物车这种东西 这讲一讲一集 可能讲不完 可能他的 他的购物车还有 专门支援这个 购物车的另外一种外挂 那 你可以分 自己安排一下说这个东西大概可以讲多久 我们 我们是希望说两个钟头可以讲完的内容 好 那如果 你软件太大你可以分两次分三次都没关系 反正就是说譬如说购物车的功能很庞大 那我这个礼拜我来讲物流系统 好 那你就这个礼拜专门讲物流系统 下个礼拜讲金流系统 你专门讲金流系统 它全部都是在购物车里面的 我举例 你当然有各种不同的外挂 所以你可以来 指定说 你想要 收多少钱 假设说 会员的话一人收1000块 然后我们来招生 谁愿意来上课的 请付1000块 然后第五个 推广课程赚50% 这个 官方网站 里面的课程 底下这些课程 这六个课程 这个不算 因为这个已经没有在卖了 这个是 For以前的2015年的 就生 因为它是webily的系统 它不是wordpress的系统 所以这个不算 因为我已经停卖了 其他的这五个 你们要去卖的话 我们都是提供 50%的 销售奖金 如果以后还有新增的课程 一样 都是50%的 销售奖金 然后呢 目前 这些课程 我都已经帮你们开通了 这五个我都帮你们开通了 只要你是我们的 驾站俱乐部的会员 你登入你的账号 你这边都会变成 开始上课 的按钮 都不是购物车 如果你 没有开通才会显示 购物车三个字 加入购物车的字 那如果已经开通了 你就会看到开始上课 那你点进去看 你就会看到里面的 每一个 课程的下面这边都会有 课程的段落 都可以点进去看 所以只要你是我们的 驾站俱乐部的会员 我的这个网站 infobox.commitw 这个网站 里面的课程你都可以免费上 但是 什么状况 要之前有讲到 这个 30%的费用 所谓的30%的费用是说 打三折 的费用是说 如果我里面有一些课程是跟Wordpress 架站没有关系的 跟Wordpress架站没有关系的 那你们就可以用30%打三折的 方式来购买 我里面搞不好以后有 不是Wordpress的课 那他跟那个 架站俱乐部比较没有关系的 你们也是可以买 而且可以用三折的 售价来买 但是如果是跟Wordpress有关系的 以后我开的在这边开的课 你们拿去卖一样可以拿到50%的 销售奖金 我们有联盟行销系统 所以你可以 每个人 你们都有自己的ID 如果你们是自己上课的话 一样就是免费 就可以 我都会帮你们开通 这边就会有 开始上课的按钮 这个继续上课就表示 已经开始上了 然后没有上完 就会显示继续上课 好那转介绍部分 除了刚刚的那个 这些课程之外 是50%的奖金之外呢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如果你们要帮我推荐 案子 接案 像我这个是接案 这个不是卖线上课程给客户看 这个是接案 帮客户做网站 这种案子的话呢 因为我要做的事情很多 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分到50% 所以接案的部分呢 我是发10%的 业绩奖金 就是如果你们帮我介绍 有人希望 架设 电商 开客平台 这样子的产品 卖给对方 假设说6万9千块 那我就分你6900块 那含税是72450 那你就是可以拿到 7245块 10% 另外一个很棒的就是 你们现在都是 驾站俱乐部的会员 假设 我之前已经有讲了 你们去 介绍一个人进来呢 只要介绍一个人 你们之后的第4年 就完全不用汇费 第5年第6年都不用 终身免年费 而且 如果你愿意介绍一个人的话 你也可以拿到 10%的 奖金 假设我的 费用是 29万8 那你拿到 1成 10% 就是29800 所以你介绍一个人 当时的 汇费 如果是29800 你就是拿到 29800 10%的这个业绩奖金 所以就是看我 当时的 驾站俱乐部的 会员的 汇费 是收多少 而决定 反正就是 10%就对了 所以你不但 介绍一个人之后 终身免年费之外 你还可以获得 10%的业绩奖金 OK 我整理一下 只要是课程的话 联盟行销你拿去销售 你就是赚50% 只要是 接案的 服务性质的 或是 驾站俱乐部的 会员 你推荐一个人进来 你就是得到10%的 业绩奖金 OK 这个就是我们 WOPUS驾站俱乐部的 所有会员福利 如果你还不知道 怎么去赚这个业绩奖金 怎么去使用这个联盟行销 转介绍系统的话 你就直接把 网站拉到最下面来 这边有一个 联盟行销的后台 点进去 然后你们现在 已经都是会员了 所以你们可以直接 登录你的账号密码 去看一下 里面的这些东西 然后你目前赚到多少钱 这边都会显示 怎么看呢 最底下有个教学 这个影片教学 你去看一下这个 9分53秒的 影片教学 有教会你 如何去推荐这个网站里面的产品 课程 或是任何一个页面的连结 只要网址列里面有带你的ID 这个网址一旦 有访客点击了 进来了 不管他从哪一页进来 不管他 买了哪一项商品 全部 都会算在你身上 你都会赚到你的业绩奖金喔 并不是说 A产品进来 买了B产品你就没有 不会喔 他如果有A产品的连结进来 网站里面都会保留住你的ID 所以不管他购买哪一个产品 他都会算在你身上 你都会有业绩奖金喔 仔细看一下这个影片的说明吧 对如果你要推荐 你的朋友或者是任何陌生人 你就直接把 这个页面 来 在首页这边你点击这个 Opress加战俱乐部 点进去 或者做一个连结 这一页 你就把这一页的网址 记得后面要带你的ID喔 你看一下那个影片介绍 后面带你的ID 然后传出去 不管你是要用图片连结或者是文字连结 你要贴到 粉丝专页 脸书 或者是LINE 给你的朋友 通都可以 公开散播也可以 但是不要 乱打广告 去别的社团乱贴 这样会被人家 讨厌 所以只要你 推荐这个连结出去的话 这一页就是专门for Opress加战俱乐部 所以如果他们看完这页觉得非常有兴趣 那 他们就可以进来预约 预约之后呢 他们只要成交了 那他就是你的客户 OK 因为这个联盟行销系统啊 他如果是带你的ID进来之后啊 下一次 那个ID他会在系统里面 保留90天 这么久的时间 只要 下一次 他如果当天没有买没关系 只要下一次 通常在 一个礼拜内 或 三个礼拜内 这个人会再回来 如果他真的有兴趣的话 没兴趣就走掉了 但是我们这个叫做Cookie 我们设定了90天 也就是说90天之内 他如果再回来 他还是算你的业绩奖金 90天之内 他如果 还是 来这个网站 来买的话 他还是算你的业绩奖金 所以如果你把这页推广出去 他愿意加入我们的 加战俱乐部的会员 那他就是算你介绍的人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很棒的叫做 终身 奖金制度 所谓的终身奖金制度 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推荐一个人 去购买了里面的任何一项商品 成交了 那这个人呢 他就永远是你的客户 永远 已经没有90天的这种Cookie的限制了 永远是你的客户 也就是说 他将来在这个网站上 买的任何一个产品 全部都算是你的客户 都有算你的业绩 这个叫做终身奖金制度 那你怎么样 能够最容易的获得这种终身客户 这个叫绑定终身客户 这个功能 你只要先卖出一个 免费的产品给他 他就会给你绑定了 那你要怎么样卖出一个免费的产品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叫中年退休计划 你把它点进去 这一个产品呢 这个产品叫做 网路行销从0到1基础班 这个课程呢 这边有一个输入折扣码 AI blog 可折1万元 这个课程我定价1万元 但是只要他在结账的时候 输入这个代码 就会变成0元 就变成0元 所以你在卖这个课程的时候就变得很好卖 如果你希望你自己多绑定一些终身客户的话呢 你就尽量去推广这个免费课程 那你想想看哦 如果你推广了 10个 跟你绑定了 假设这10个人已经变成你的终身客户 将来他购买的 里面的所有任何一堂课 或者是他加入我们的 驾站俱乐部会员 那他都 算你的业绩 因为他已经跟你绑定了终身客户的关系了 所以比较聪明的做法是什么 就是先去推广这个免费的课程 一旦推广成功了 他就是你的终身客户 加油 这种联盟行销功能 以后我也会教你们怎么做 我刚忘记讲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 驾站俱乐部的会员 他只要来 报名1对1线上 跟我1对1的这个面谈 他必须消费100块对不对 因为跟我预约这个 一对一面谈 跳下一步就是 购物车结账会100块 才能够完成预约 当他结账完这100块之后呢 就视同他已经买了一个产品 所以 如果你去推广这串连结 你去推广 我们的 Wordpress 驾站俱乐部的会员 然后他 就算没有成交 可是 他去预约了一对一 那他 也变成你的终身客户 所以等于说只要100块 跟我预约 而且是你推广的 那他就变成你的终身客户 也就是他以后不管在这边 是否成了我的会员 俱乐部会员 或者是买我里面的任何一堂课 奖金 都是属于你的哦 我刚忘记讲了 补充一下 只要预约 他就变成你的终身客户哦 quá 我 露了 露 simpler